耶律奇一压群雄,正要接任盖帮的帮主,忽然台下这儿跃上一人了,相貌丑陋,乃是盖帮的一名五代弟子,何师我,这人平时庸庸碌碌,很少有人注意,他这下一跃上台,竟显露了一身绝高的轻功。 耶律奇抱拳说道,不知何兄有何高见,倒要请教,何师我冷笑了一下,只叫二字,如何敢当,只是小人有两件事不明白,因此上台来问问,哪两件事? 这第一件,我帮新旧帮主前后交替,历来都是以打狗棒为信物,耶律大爷今日要做帮主,不知这根本帮至宝的打狗棒却在何处,小人倒要见识见识。 这话一出啊,盖帮的帮众心中都说道,嘿呀,这一句话问得厉害啊,只听耶律奇说道, 鲁帮主命丧接人之手,这打狗棒也给接人所夺,乃是本帮的奇耻大卢,盖帆本帮弟子仁仁有责,勿须将那打狗棒夺回。 何时我又说道,小人还有第二件事不明白,也要请问,鲁帮主的大仇,到底是报还是不报? 哼,鲁帮主为霍都所害,众人所知,当时的豪杰无不悲愤,只是连日追寻,为之霍都这奸贼的下落,这是本帮的要务,咱们便是找遍了天涯海角,也要寻找到霍都这奸贼,为鲁帮主报仇。 何时我又是冷冷一下,哼,第一,打狗棒尚未夺回,第二,杀害前帮主的凶手还未找到,这两件大事未判,便想做帮主了,未免太性极了吧。 何时我的这几句话,理正词言,咄咄逼人,只说得和耶律席无言以对。 梁长老上前来说道, 啊,何老弟的话也言之成礼,但是本帮弟子十数万人遍布天下,不能无人为首,而寻望出奸,更不说是说办便办的事,也需得由人主持,方能成此两件大事。 咱们给予立位兴帮主,正是为此。 何时我摇摇头。 梁长老这几句话,错之极意,可说是反因为果,本莫道之。 这梁长老是丐帮中的四大长老之首,帮主死了之后便以他为尊。 这一名五代弟子竟然敢当众抢败,可真是大胆以极啊。 梁长老怒了, 我这份话如何错了? 与弟子之见,谁人能够夺回打狗棒,谁人能够杀得了霍都为鲁帮主报仇,咱们便拥他为帮主。 但是如今这般谁的武功最强,便来做本帮的帮主。 倘若是霍都忽然到此,武功又胜得过耶律大爷,难道咱们便奉他为帮主不成? 这几句话说的群雄是面面相聚,都觉得确实是有道理。 郭福站在台下,就叫了起来,哭说八道,霍都的武功又怎能胜得过他? 何时我又是冷冷一笑? 哼,耶律大爷武功虽强,却也不见得就是天下无敌吧。 小人只是丐帮的一名武代弟子,也便未必就输于他了。 郭福正在恼恨他言语无理,听说他自愿动手,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于是张口叫道,齐哥,你教训教训这个大胆狂兔。 那何时我用眼角冷冷撇了一下郭福? 哼,哈哈哈哈,本邦事务向来只是帮主管得,四大长老管得,而帮主夫人却管不得。 别说是耶律大爷还没做帮主,就算是当上了耶律夫人,也不能这般当众斥责帮中的弟子,是不是? 郭福给耶得是满脸通红,你,你这死。 何时我不再理他,转头说道, 梁长老,弟子,他若是胜得了耶律大爷,这帮主便由弟子来当,是不是? 还是等他有人祸磅杀仇,再来奉他为主? 梁长老见他越来越狂妄,心中怒气上升。 不论是谁,他若不能够战胜绝穹,那就当不了帮主,日后若是不能够祸磅杀仇,终究也是愧疚此为。 耶律大爷,倘若是当了本邦之主,那两件大事,他不能不败。 但是,如胜不过何兄弟,他又焉能够获此重任。 何时我也大声说道, 梁长老,此言有礼,小人,得先领教耶律大爷的手段,再去寻绑出奸。 言下之意啊,竟然是十拿九稳,能够胜得了耶律奇一样。 这耶律奇形势向来是稳健持重,但是听了何师我这些话,心头也不禁生气。 小弟,财书学浅,人不敢担当帮主的重任,何兄肯欲赐教,好得很。 哼哼,好说,好说,说着,将那根铁杖往台上一插,呼的一掌,便向耶律奇打起。 这一掌的力道似乎并不是很强,但是掌力分布所及,几乎有一掌方圆。 两掌老尚未退开,竟被他的掌力在脸颊上一旦,热啦啦的颇为疼痛,联盟跃上了台侧。 耶律奇不敢怠慢,左手一搏,右拳还了一招,身藏若须。 用的仍然是七十二路空明拳当中的招数。 当下,这两人是拳来脚往,在高台之上斗了拳。 此时,夜已沉了,月旦兴兮,但高台的四周插着十多只大火把,两人相斗的情况,台下边的群雄都瞧得清清楚楚。 黄荣看了十余招,见耶律奇竟丝毫未占得上风,在细看何时我的武功,竟然变不出是什么家术。 所出的拳脚,招式很是博杂,全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功力却是极其的深厚,少说也有四十年以上的勤修苦练。 黄荣心里琢磨,最近一二十年来,他偶尔在丐帮的名册之中,见到何时我因为积劳而逐步上升,但是从没听说有人撑到过他的武功吗? 但是瞧他的身手,绝非是最近逢得其欲,才这样武功猛进。 这个何时我在帮中是一直深藏不露,难道就是为的今天吗? 等两人斗到了五十招以上,耶律奇渐渐的心惊了,无论自己如何的变招,可是对方始终能够从容化解,实在是生平所罕见的劲敌,但是他又不乘势抢功,似乎是只在消耗自己的魅力,然后大举出击。 耶律奇这一天在台上已经连斗了数人,但是对手当中除了蓝天河之外,其余的人都比较平庸,均不足道,并没有耗取他多少内力。 眼见着何时我是,若网若缓,身法飘忽不定,当下他双拳一措,陡然间变拳为掌,进行抢功。 周伯通那个双手互搏之术并非是人人可以学的,耶律奇虽然是他的入室高地,却也没有学到他这一路的齐功,但是全真教玄门的正宗武功,耶律奇却已学到了十之八九。 这个时候施展出来只见台边的十多根火把的火头,齐向外飘,只此一截足以见他掌力之强。 在火把的映照之下,高台上两人全掌飞舞,形影回旋,啥是好看? 黄荣看了一会儿,问郭靖,靖哥哥,你说这人适合家术? 嗯,迄今为止,他尚未露出一招本门的武功,显然是在竭力隐藏自身的来历,再拆个七八十招,齐而便可逐渐占得盛势。 那时,他若不认输,便需露出真相。 这个时候,两人是越斗越快,一转瞬间,或攻或守,便交换了四五招。 因此,没多时,便已拆过了七八十招。 果然就像郭靖所说的,耶律奇的掌风,已经将对手全身罩住了。 郭靖和黄荣明目注视着何时我,知道他此时的处境,若是不使出看家的本领, 仍然用旁门砸开的武功抵挡,非得吃大亏不可。 侠士们其实并非只在武侠小说里出现,生活中也处处可见,侠甘义胆,仗义直言之人。 我们希望侠士越多越好。 我是易峰 稍后请继续收听平宗侠影之神雕侠旅。 这里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中播666千克。 神奇的故事,多彩的人生,尽在小说广播。 这里是天津电台小说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有人说武侠小说就是成年人的童话。 我相信,你呢? 我是易峰。 欢迎您收听我播讲的神雕侠旅。 耶律奇也已经看出了这一点。 掌力是逐渐加重,但是毫不忙进,只是吻持着牵手。 眼见着何时我非得变招不可了。 突然间他双手袍袖起伏,一股疾风向外挤土,跟着是缩了回去。 台边的十余之火把的火焰同时暴涨,一阵光亮之后随即熄灭。 群雄的眼前一黑, 这时只听了耶律奇和何时我齐一声大叫,哎呀,碰碰。 已经有人跌下了台来,何时我却在台上哈哈大笑。 众人惊讶之下,谁都没有作声。 竞技之中只听了何时我得意的笑声。 梁长老叫道,点火把,十多名丐帮弟子上前来,把火把点着了。 只见耶律奇站在台下,左边脸上鲜血淋漓,破了一个酒杯大小的伤口。 何时我呢,伸出了左掌,还在冷笑着。 好,呵呵呵呵,好铁甲,好铁甲。 他手掌抓着一把的鲜血。 郭靖跟黄荣对望了一眼, 心里知道,郭福啊,爱惜夫婿, 暗地里将软胃甲给耶律奇穿上了。 因此,何时我击了他一掌,可是手掌反被那甲上的尖刺给刺破了。 但是耶律奇脸上如何受伤,如何跌下台来, 在黑暗中却被瞧见。 原来这何时我在激动震撼之际, 突然使出了大风秀的功夫, 将高台四周的火把尽数吹灭。 耶律奇一愣之下,急忙拍出了一掌, 已护住自身,突然间觉得指尖上一凉, 似乎触到了什么铁器, 他历史警觉, 知道对方是久战不胜,忽施奸计, 在黑暗之中取出了兵刃突袭。 耶律奇虽然是赤手空拳, 但也不畏惧敌人手上有兵刃, 当下施展出大秦拿手, 抑郁夺下对方的兵刃, 将他的尖锚抱于天下英雄之前。 他一招小手八打, 骑到了何时我身前两尺的地方, 又弯一番, 已经抓住了敌人的兵刃之饼, 跟着左掌拍出去, 直击敌人面门。 这么一来, 何时我的兵刃非得撒手不可。 在黑暗之中, 何时我是果然侧头闪避, 松了手指, 耶律奇假手将那兵刃夺过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左夹上猛的一阵刺痛, 依然受伤了, 跟着啪的一下, 胸口重掌, 顿时站立不稳, 被震下了台来。 他哪料到, 夺到手的兵刃很是奇特, 这兵刃中间呢, 装着机阔, 分为两截, 上半截给他夺下来了, 可是余下的半截, 却抖人间飞出来, 击中了他的面颊。 这一下, 深入半寸, 窗口已经溅了骨, 但是所重的并非要害, 何时我的杀手, 本来是在那一掌之中, 幸好郭福是硬要耶律奇, 在长袍之内, 按批了这软胃奖, 所以他这一掌非但没有受损伤, 而何时我的掌心, 倒是被刺得鲜血淋漓, 郭福见丈夫跌下台来, 是惊怒骄病, 抢上钱去护士, 梁长老等明知道何时我暗中行仗, 但是无法拿到他的证据, 同时呢, 两个人一起受伤代血, 也不能单独责备, 是哪一个违反了点到为止的约言, 看来两个人都只受了惊伤, 但是耶律奇被打到了台下, 这番交手显然是输定了, 郭福是大不服气, 这人按时兼计, 七哥, 你上台去再跟他决胜财, 耶律奇摇了摇头, 他便是一致取胜, 也是胜了, 何况纵然是各批武功, 我也未必能赢, 黄荣向耶律奇招了招手, 命他进前来, 瞧一瞧他夺过来的那半截兵刃, 却是一根五寸来长的钢条, 一时也想不起来, 武林之中有什么人以此作为兵刃, 那何时我扬起了一张黄董的丑脸, 在下虽然胜了耶律大爷, 却便未敢就居着帮主之位, 须得寻到打狗棒, 再杀了霍都, 那个时候再听听各位公主, 众人心想, 这几句话说得倒的确很公道, 眼见着他虽然胜得有些暧昧, 但是武功终究是十分的高强, 听了这几句话后, 盖帮中便有人喝起彩来, 那何时我站到了台口, 抱拳向众人行礼, 哪位英雄愿意再来赐教, 便请上台, 他那个台子刚出口, 猛听着屎不回啊的一声大叫, 围在大叫场四周的五百头猛兽, 忽然间一起站了起来, 急声吼叫, 单单是一头雄狮或者猛虎纵声而吼, 已经有难党之威了, 更何况是五百头猛兽, 和声长笑, 这个声音当真是如山崩地裂一般, 但见到大叫场上是沙尘分堂, 黄雾冲天, 群雄身前的酒杯菜碗背着巨声震得是互相碰撞, 叮叮当当之声不绝, 在群兽的吼叫声中, 西山一哭鬼和史氏兄弟十五个人同时哭的一声, 跃到了台上面, 抽出了兵刃, 把那个高台啊, 团团的四面围住了, 忽然见到叫场入口处, 火光明亮, 有八个人高举着火炬, 朗声说道, 神雕侠祝贺郭二姑娘封臣, 奉上第三件礼物, 这八个人话音刚落, 随即便足不点地的一般飞进场中来, 转眼间便到了郭襄身前, 人人露了一首上城的轻弓, 中间有四个人各伸出一只手, 合力抓着一只大布袋子, 看来啊, 那第三件礼物便是在这个布袋之中, 八个人躬身向郭襄行礼, 自报姓名, 群雄这么一惊, 无不骇然, 原来这当先的一个老和尚, 竟然是五台山佛光寺的方丈, 谭华大师, 这谭华大师素来与少林寺的方丈, 天名禅师齐名, 像其余的赵老爵夜, 龙雅投驼, 昆仑派的掌门清灵子等, 无一不是武林中久享盛名的前辈名宿啊, 这小郭襄却不知道这些人有这么许多的大名头, 即挤身环礼, 笑叶如花, 啊, 有了各位伯伯叔叔了, 是件什么好玩的事物, 那提着布袋的四个人, 手臂同时向后拉抢, 一声, 那大布袋子便裂成了四块, 袋子当中啊, 滚出了一个光头的大和尚来, 那个和尚尖头在地下一扣, 随即弹了起来, 伸手竟是十分的皎洁, 只见这和尚是满脸的怒容, 嘰嘰咕噜的大声说着话, 谁也听不懂, 郭靖和黄荣却认得这个和尚正是金伦法王的二弟子达尔巴, 却不知道这个人怎身给谭华大师和赵老爵也等勤住了, 郭襄本来猜想着袋中装的一定是个什么好玩的东西, 这件事个行貌粗鲁的藏僧, 他微微感到有些失望, 大哥哥送给我, 送给我这个和尚, 我可是不喜欢, 他自己在哪呢, 怎么还不来? 来送着第三件礼物的八个人之中, 青灵子是久居藏鞭, 会说藏语, 他在达尔巴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这个达尔巴脸色一变, 大吃了一惊,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和尚我, 青灵子又用藏语大声说了两句话, 将背上背着的一根黄金柱交给了达尔巴, 这黄金柱是达尔巴的兵人, 达尔巴呢受到八大高手的围攻而背擒, 这兵人呢也给夺了去了, 达尔巴是道题的金柱大叫了一声, 纵身跃到了台上, 青灵子又向郭湘笑了笑, 郭儿姑娘, 这个和尚会变戏法, 神交侠叫他上台来, 变个戏法给姑娘看看, 郭湘是拍手大喜, 好好啊, 原来如此, 我正奇怪, 大哥哥费了这么大劲, 给我找个这个和尚来有什么用呢, 那达尔巴窜上了台之后, 对着和尚我是唧哩咕噜的大声说着话, 和尚我喝的, 喂, 喂, 这个大和尚, 你说什么我一句不懂, 可达尔巴猛的台步上前, 呼的一声, 挥起黄金柱, 往那和尚我的头顶披下, 达尔巴为什么上台来跟和尚我打了起来呢, 这神雕侠送给郭湘的第三件生日礼物, 究竟有什么奇怪之处呢, 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